当地时间15号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 澳大利亚将同美国和英国合作建造多艘核动力潜艇 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据报道 美英澳三国领导人15号举行视频会议 同意组建新的印太伙伴关系 并称这是为了印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拜登更是将组建新印太联盟称为历史性一部 而美国协同英国帮助澳大利亚 建造一支核动力潜艇编队 也将是所谓新印太联盟的一部分 俄媒称澳大利亚至少将在该框架内 收到8艘核潜艇 有消息称 为了让核潜艇尽快在南太平洋实现定期巡逻 作为一个临时步骤 美国正计划向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斯特林基地 调派部分弗吉尼亚籍核动力攻击型潜艇 此外 除了核潜艇 澳大利亚还将获得远程打击能力 新澳大利亚人报16号消息称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当天声称 澳大利亚将获得美国战斧巡航导弹 虽然美方表示 新建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华盛顿邮报 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指出 美英澳此举就是为了遏制中国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 新西兰将不会解除长达数十年的 禁止核动力船只进入其水域的禁令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将被禁止进入新西兰水域 美国 英国宣称将支持澳大利亚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 为澳大利亚建造八艘核潜艇 澳大利亚为此撕毁了此前与法国企业达成的潜艇大单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当地时间17号晚 发布的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 应总统马克龙的要求 法国将立即召回其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的两位大使 就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 与法国签订的建造12艘核潜艇协议进行磋商 勒德里昂表示 澳大利亚和美国于本月15号发布的联合公告极其严重 法国方面做出这一决定是合理的 公报中表示 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令人不可接受 严重有损伙伴国之间的关系 英国首相约翰逊16号说 美英澳建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绝对不会对北约合作造成影响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不针对任何国家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16号说 他已经和法国防长帕利通了电话 他理解法方的失榜 但此事无关英国与法国的战略分歧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博雷利16号表示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达成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以及美英将把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 澳大利亚撕毁于法国企业的潜艇大单等事 并未提前告知欧盟方面 博雷利强调 这是欧盟需要独立存在的一个新的例证 也再次迫使欧盟深刻反思战略自主的必要性 博雷利的新闻发言人皮特·斯塔诺当天进一步明确表示 欧盟将研究现有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并将在10月18号的欧盟外长会上交由欧盟各国外长进行讨论